在第78集团军牟旅训练场 一场模拟电子对抗演练正在进行 担任电波干扰员的新兵马明泉 毕业于长春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下连后 部队根据他的专业 把他分配到了电子对抗岗位 我在大学的时候 学的就是电子计算机这方面的课程 来到连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今年这个连队刚刚列装新装备 技术含量高 马明泉跟着连队骨干一起研究 很快发现并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 刚开始我还想到他一个新兵能行吗 但后来慢慢发现 他还真不一样 那么复杂的电路图 他日夜研究 还真让他研究出一点东西来 大学生士兵李振涛 入伍前学的是医学临床专业 来到卫生联后 他很快成为连队化验室里的得力助手 一次在为战士体检时 李振涛使用生化分析仪化验血液 发现一名战士多项指标数值过低 这可能是样本的问题 我取出样本观察血清分离程度 发现血液比较粘稠 这会导致数值较低 需要重新进行离心分层 曾学过体育专业的新兵金成贤 下连后便成为了连队体能课目教练员 他还主动为战友量身定制训练套餐 帮助大家提高体能训练成绩 连队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 我可以发挥自己的专场 我感觉特别满足 精准征兵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兵源使用效益 这个旅根据大学生士兵所学专业 确定适合岗位 并为他们设定培养方向 规划成长路径 这批精准征集入伍的新兵 专业特长比较突出 实现了与部队需求的无缝对接 实现中 我们注重发挥他们的能力优势 积极为他们搭建平台提供舞台 激励他们在强军星军的伟大事业中 施展才智有所作为 这批精准征集入伟大事业